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证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声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声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众资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别上来 万圣节恐怖巨蟹 真鬼啊 张震甲故事最新专辑《惊魂记》 第一发尖叫立作 大车,喜马拉雅火热上线 七天之后,我来找你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午夜灵音》 红宽是谢书阳最好的同学 两个人在同一所大学里念一年级 家又很近 所以经常结伴而行 今天是星期六 晚上九点多钟 红宽如约来到了谢书阳的家 我说,书阳,你怎么搞的 你这么大个小伙子 自己不敢在家睡觉 还让我来陪你,真是的 红宽,进来 我跟你说一件事 谢书阳一反常态 他慌张地向外看了两眼 迅速地关上门 然后又满脸严肃地 把红宽领进了客厅 红宽,你千万要好好听我说 这可是性命关天的事情 你也知道 在调频九三点七兆和 有一个节目叫《午夜灵音》 讲的都是那些灵异恐怖的故事 是在每个星期六的午夜 十一点到零点播出的 上个星期六 我自己在家听这个节目 在中间插播歌曲的时候 我忽然听见收音机里 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那个女人说 七天之后 我来找你 我吓坏了 我马上打电话 去问别的听节目的人 他们都说没有听到 红宽 其实 早在一个月以前 我就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那是表哥告诉我 有一个男孩 就像我一样 也是在听《午夜灵音》的时候 听到了从收音机里 传出来的奇怪的声音 后来 在七天之后 就在那个节目 正在播出的时候 有人来敲他家的门 那个男孩把门打开 突然就不明不白地死了 解剖尸体都没有发现死因 听说那个人的表情非常难看 好像是临死之前看到了什么 那时候我听表哥说这样的事情 我还不信 现在让我自己碰到了 红宽 我父母都去南方度假了 我真的害怕了 这件事 一周以来 我都没敢对别人讲 今天也是迫不得已 才告诉你的 红宽 我真害怕今天 那个《午夜灵音》正在播出的时候 有人来敲我家的门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能陪我过这一夜吗 红宽 你敢确定 你确实听到了那个奇怪的声音吗 别再问了 红宽 七天了 七天了 那声音天天响在我的心里 明天是我的生日 我不想死得这么早 我实在是受不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这一夜灵灵音 他 看一看是否能够发现什么线索和怪异的现象 你好 欢迎收听午夜零音 我是主持人明灵 现在我要给你讲一个雨中老宅的故事 节目开始了 洪宽和谢书洋瞪大了眼睛 他们盯着那个黑色的收音机 他们生怕会有什么东西从里面飘出来 时间似乎被捆住了手脚 在很艰难的向前递进 十一点一刻 十一点三十 十一点四十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故事全都讲完了 还剩下 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节目就要结束了 书洋 你听 其实什么都没有 什么奇怪的声音都没有 你看 主持人已经说结束雨了 好了 今天的午夜零音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陪伴 最后 送给你一首老歌 晚安 再会 歌声响起了 红宽和谢书洋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书洋 放心了吧 节目结束了 也许全都是幻觉 别在意了 明天 明天我好好给你庆祝生日 忘了它吧 红宽 有你在 我心里就好受多了 其实现在想一想 也许真就是我的心理作用 我尽量忘了它 谢谢你 七天之后 我来找你 天哪 那声音出现了 就从那黑字的小声音机里 而与此同时 传来了缓慢的敲门声 谢书洋 已经在客厅的墙角里缩成一团了 书洋 书洋 你别怕 我去开门 红宽 强坐镇静地走向大门 谁 谁呀 送花的 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出现在门外 送花 这么晚了送什么花 红宽一咬牙 打开了房门 一个清秀的女孩 站在门外 你好 我是爱长酒礼仪公司的 一个叫谢书洋的先生 今天过生日 一位小姐委托我们 在今天零点 把这束花送过来 请你把这束花转交给她 一束火红的玫瑰 送到了红宽的眼前 好 谢谢你 慢走啊 红宽 关上了门 真是一场虚惊 不知道是哪一个暗恋书洋的女孩 搞的浪漫把戏 书洋 书洋 你小子走投花运也不告诉我 看看吧 哎 红宽停住了 那个送花来的女孩 让我把这束花转交给谢书洋 转交 她怎么知道我不是谢书洋 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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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宽快一步走进了客厅 啊 谢书洋就蜷缩在墙角 一动不动地看着红宽 她的双眼圆睁 她的嘴 张成一个大大的黑洞 舌头从里面搭了下来 她死了 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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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宽 无法向谢书洋的父母解释她死去的原因 她只能勉强服述事情的经过 来验尸的警官也表示束手无策 谢书洋的父母悲痛欲绝 而此时此刻的宏宽 度日如年 就在那个晚上 自己也听到那个奇怪的声音了 自己的经历 跟谢书洋一模一样 那午夜的临音 是否也要在这个周六的午夜 把自己送向坟墓呢 在临死之前 谢书洋究竟看见了什么 自己和谢书洋究竟有什么相同之处 为什么 别人听不到那奇怪的声音呢 这一切的疑问 都伴随着那午夜的临音 在宏宽的心中翻腾 我来找你 她要崩溃了 七天之后 我来找你 今天是星期五 上午的课还没有结束 宏宽就离开了学校 她飞一般地跑到了位于市中心的电台 这是她一周来 能够想到的唯一的办法 到电台 找那个叫明灵的主持人 也许只有她才能知道真相 先生 我找五夜临音的主持人明灵 她在吗 面前的警卫 皱了皱眉 明灵 她的真名字叫佟宁 两个月以前 她死了 不可能 上个星期六 我还听到她的节目 她确实死了 两个月以前 自杀身亡的 你听到的节目 是她在几个月以前录制好的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洪宽绝望了 只有一条路 洪宽飞快地跑到家 她给父母留了一张纸条 然后就匆匆忙忙地 跑到了火车站 她要到南方的舅舅家去 在那里 绝对听不到这个倒霉的节目 火车几乎开了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 到舅舅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 洗了脸 吃了饭 洪宽悠闲地躺在床上看着电视 她坚信 恶魔之手绝不会伸到这里来的 迷迷糊糊地 洪宽睡着了 洪宽 洪宽 醒醒 醒醒 干什么呀舅舅 是舅舅走了过来 洪宽啊 我忘了告诉你 今天下午有你的一封信寄到这儿来了 你看看 什么 我的信 怎么会有我的信呢 我刚来呀 洪宽一下坐了起来 是啊洪宽 我也纳闷了 你自己看看吧 信 信 拿了过来 那是一个白色的信封 打开 里面是暗黄色的信纸 你好 我是明灵 我不在了 既然你来找我 我可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以前 以前 曾经有很多人告诫过我 要我停止做那个午夜的节目 因为它会使许多人无端的恐惧 产生幻觉 造成不该发生的事故 但是为了 但是为了利益 我没有听从全告 两个月以前 我的女儿因为听我的节目 而精神恍惚 死于车祸 于是我要求电台马上停止播放我的节目 但是为了利益 他们拒绝了我 我精神崩溃 自杀 死了 就在两个月前 但是我不会就此罢休的 我需要一些人相继地死去 因为他们总是在模仿着我的声音 我的节目 他们会为别人造成更多的伤害 和麻烦 他们一定要死 在死之前 他们会看到 我那个血肉模糊的女儿 好了 现在 你去开门吧 洪坤 抬起了头 他看了看墙上的石鹰中 正是物业零点 然后 他听到这样的声音 从外边传来 好了 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 五叶灵音的故事 七天之后 我来找你 我这个情音 我把这个情音 那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